皇上恕罪 当年是臣妾冤枉了贤妃娘娘 这个朕知道 是臣妾偷拿了朱砂 害了皇子陷害贤妃娘 还有那三个太监 也是臣妾收买之时 阿若啊 你一个人能做什么 皇上和本宫心里有数 哪些事不是你做的 又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你 好吧 说不说在你 只是谋害皇寺 是株连九族的重罪 你要是想一个人都懒了 本宫也拦不住你 贤妃问你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回答 你自己好好想想 朕再问你一件事情 贤妃在冷宫的饮食 是谁放的皮刺 皇上 这个不是臣妾 真的不是臣妾 那是谁 印象 贤妃 行 要不愿意回答 你 是居然的 内容 于晓妃 也就是全能理解 记得大家 娘娘 主 主您别怪我 这时候信念 只能说实话了 到了现在这时候 您做了什么 您还是自己认了吧 逃是逃不掉的 二若 你的婢女都这么说了 还不赶紧招了 贤妃在冷宫时 你为了要除掉她 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情 是 冷宫里走水也好 闹舌也好 都是臣妾做 你认得倒是利索 你就这么恨本宫吗 贤妃 我就是恨毒了你 明明我聪慧伶俐 事事为你着想 你却凡事都押着我 你明知皇上喜欢我 却一定要把我指婚出去 我得宠难道对你不好吗 你也多了一个帮衬 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的出头之路呢 朕喜欢你 这些年来 朕怎么待你 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 才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 又收我做了嫔妃 阿若啊 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了 朕如何待你 你自己恕与贤妃听 皇上 你备主求荣自取其辱 说 这些年来 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我 每回事情 每回事情 我都是披着依稀薄坦 跪在地上 每一个事情的夜晚 皆是如此 皇上从来没有碰过我 贤妃 你以为你在冷宫的日子难过 我在外头的日子就好过吗 白天我是主 受尽了皇上的恩赏 可到了皇上身边一个人的时候 我依旧是一个低贱的奴婢 可即便是这样 落在旁人眼里 我受尽了皇上的宠爱 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嫉妒和嘲讽 贤妃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皇上才会如此待悟 我怎能不恨 你如今觉得不甘心了吗 朕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皇上 从前在延禧宫的时候 您夸我机灵聪慧 我从慎行司出来 您留我在身边 可是您却一直这样待我 这么多年了 臣天心里不明白 与其如此 不如杀了我是个痛快 若不是朕留住你 这几年来 你早不知死在谁的手上了 那么谁能把贤妃的冤屈说个清楚 还她个清白呢 不知路 原来 要是用修卫或是用修卫的冤屈绿 真的吗 应该把贤妃之類吗 在后宫众人哪一个不是这样 为什么便便臣妾 就要为皇上如此羞辱 朕知道很多人都想算计朕 但像你这样 备主求荣 心狠毒辣的人 朕倒是第一次见 朕再问你一次 背后指使你的 还有什么人 无人指使臣妾 全部都是臣妾自己做的 贤妃 你去书房等着朕 朕一会儿就过去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阿若 贤妃不在了 你可冷静下来 好好告诉朕 这背后 到底还有什么人 这背后 皇上 朕问了阿若许久 怕他当着你的面 不肯招权 但他还是说 这是他一个人做的 臣妾不相信他一个人 可以做成这些事 朕知道你不相信阿若的话 朕也不信 可是朕 总不能把后宫 所有有嫌疑的嫔妃 都一一问罪 如此一来 只会乱了后宫 所以朕希望你明白 到阿若为止 再也没有别人了 如意 朕首先是前朝的郡主 然后才是后宫的郡主 希望你能明白 皇上的用心 臣妾能明白 皇上的用心臣妾能明白 皇上与臣妾如此坦然 没有隔阂 能得皇上如此相待 臣妾也心安了 如意 朕真的希望 从此以后 你我再也没有隔阂 要是 你们说些什么 是 这碗汤是皇上伤的 喝完了 你的舌头就不会乱说话 也不会牵扯到其他的 喝